這段影片是關於Divisionary Gap和Invasionary Gap 之前那段影片說了這些Gap 其實是一個市場力量 今天會跟同學說下有六幅圖 加上這兩個Gap 如何處理 今天會先說兩幅圖 今天就說一下AD 動了之後兩個Gap 如何處理 假設AD 增加了 有甚麼原因令AD 增加 你想想Ci Gnx 如果AD 增加了 AD 1 到AD 2 物價水平 P1 到P2 產率水平 YF 到Y2 AD 增加 P 增加 Y 增加 在這個情況 Y2 我們先改為Y1 Y1 大於YF 這個就是Invasionary Gap Invasionary Gap 這段是提及劇場 在這段是提及劇場的 在這幅圖 AD、A、D、A、S的圖中 其實是看不到的 這段我們自己寫下去 這幅圖完全沒有任何的東西 除了一個Gap 之外 這幅圖的P、Y 完全不關這一段的事 在Y1 大於YF 有一個Invasionary Gap 的情況 其實這個營業市場 出現一個Excess Demand 的情況 公司要找人 很難找人 要加薪 所以這個Input Price 即是人工那些 就會有所上升 去到 A 均衡點 去到B 均衡點 有Invasionary Gap 時 去到B 均衡點 有Invasionary Gap 時 長期 因為努力市場的人工加載 所以Production Clause 會增加 SRAS 會跌 跌到何時呢 去到B 均衡點 跌到C點 Pollution Clause 增加 SRAS 跌 之後再說P P 會升 Y 會回到 回到全民 職業產出水平 當然如果你不在這裏說 你就在SRAS 那裏說回到全民職業產出水平 AD 下跌一度 我就留給同學自己去考慮 下一段片再說SRAS和LRAS 就說P 的是 你會在SRAS 點 我們會在SRAS